爸妈一直偏心妹妹 明明我们是双胞胎 妹妹被寸步不离守护着 而我从小就被她们丢进了寄宿学校 直到我考入清华 妹妹却在高考前怀了小混混的骨肉 我们劝她堕胎 她因此心怀怨恨 半夜在爸妈房间纵火 我为了救爸妈浑身重度烧伤 后来 妹妹顶着我的名字上要清华 妈妈来到病床前抹眼泪 你妹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不能让任何人毁了她 这都是你的命 她哭着拔掉我的氧气管 再睁眼 我重回到高三 发现了妹妹丢在垃圾桶里的烟运棒 然后我赶紧请出了文曲星 她已经给看视频的公主 王子们送了两个月的好运 给文曲星点赞后 就能逢考必过 做题全对 在评论区发谢谢文曲星 她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的好运哦 正文现在开始 这是我成为植物人的第二个月 明明妹妹是纵火案的真凶 爸妈却和警察说是我顽劣不堪 故意放火 我被推荐了ICU 完好无损的爸妈 牵着妹妹去医院窗口脚废 在确认病人性命时 妈妈愣了一下 报了妹妹的名字 她把妹妹拉进角落 用力攥着她的胳膊 乖乖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林青 听见了没 林青是我的名字 妹妹原本仓皇无措的神色呆了呆 随后用力点头 扑进妈妈的怀里 嘴角勾起一抹笑 我都听妈妈的 爸爸沉默地抽烟 直到妈妈填完了信息 她哑着嗓子 这样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妈妈推了她一把 压低了声音 你没听医生说吗 青青很有可能醒不过来了 难道你要我们另一个女儿 被关进监狱 她轻轻点了点妹妹的额头 无奈道 真调皮 大半夜玩什么火 现在弄的事情这么麻烦 我的灵魂飘在半空 明明魂魄是不需要呼吸的 我却觉得窒息的厉害 绝望犹如洪水将我淹没 妹妹顶着我的名字 高高兴兴去名校报道 躺在病床上的 我成了新闻里的纵火犯 爸妈面对采访 哭着说我从小便不懂事 脾气大 一开始 她小脸惨白 哭诉她每晚做噩梦 梦见自己身份被拆穿 梦见我找她索命 挂断电话 妈妈披上外套 去医院看看青青吧 简单的一句话 让我又不可自控的 冒出一点点期待 可是下一秒 妈妈的话犹如巨大的斧头 将我披得四分五裂 鲜血淋漓 她说青青已经那样了 活着也是受罪 不如我们帮她早点解脱 爸爸勾搂着腰不停地抽烟 眼眶通红 闺女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们 真要这么做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际深远 难道你要看着我们小女儿 被毁掉吗 爸爸的腰弯得更低了 你不去 我就自己去 妈妈瞪了她一眼 推门而去 我跟着来到医院 她在我的怀里 塞了一枚包着黄纸的铜钱 死了就彻底魂飞魄散 别来吓唬你妹妹 其实魂魄从肉身抽离后 已经没有痛感了 可亲眼看着妈妈 把我的氧气罐 听到一气发出尖胃的鸣叫 我还是痛得心脏快要爆炸 原本我是能活下来的 为了救爸妈 我一次又一次 折回火势凶猛的房间 宁愿牺牲自己 也要护住爸妈的安全 换来的却是这样凄惨的下场 本以为我会就此魂飞魄散 可当眼前的视线清明 我发现自己站在卫生间 镜子里 是我还没火烧毁容的脸庞 错愕间 我低头发现了 垃圾桶里双条横杠的燕云棒 我意识到自己重生了 推开门后 我妈气愤地指着我骂 不是让你四点钟起来 给圆圆熬米粥吗 你睡死了呀 我垂眸看向 坐在桌边眼神得意的妹妹 我很早就知道妈妈不喜欢我 从小学开始 我便被爸妈送进寄宿学校 而妹妹一直在他们身边长大 难得周六日从学校回来 我还要早起给妹妹煮早餐 洗衣服 还不到腊月 我的手已经被冷水泡得 军裂升了洞窗 妈妈不以为意 这都是你欠圆圆的 妈妈生产的时候 胎位不正 我在她肚子里横过来了 不得已做了破公产 肚子上流了一道浅色的疤 小的时候 她总是先为妹妹吃饱 哄她睡着 才把凉透的糊糊 灌进我嘴里 我一哭 她便不耐烦地吼 哭什么哭 要不是你 我身上会留那么难看的爸妈 妈妈想生的儿子 可之后一直没动静 她觉得一定是破公产伤了身子 害她再也无法怀孕 她用力戳着我的脑袋 都是你这个赔钱货 害得咱家香火要断了 我不敢哭 咬紧嘴唇默默承受 再后来我和妹妹上学 我成绩很好 妹妹经常不及格 我拿着双版试卷 给她看的时候 她一点也不高兴 把我推到一边 用怨恨的眼神看我 都是你个白眼狼 在肚子里 抢你妹妹养分 害得你妹妹一学习就头痛 不是的不是的 明明是我认真 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认真复习 妹妹头疼 是因为她想躲在被窝里 玩平板 打游戏 可是妈妈不听我解释 啪的一声 把我关在门外 我听见她在里面 轻声细语的哄妹妹 那是我从没享受过的温柔 我曾一度被洗脑 觉得自己生来 便亏欠家人 以为只要自己够努力 够听话 妈妈就能从妹妹那里 分一点点爱给我 现在想想 讽刺至极 我并不是生来有罪 那些振振有词的指责 不过是父母 用来掩盖偏心的借口罢了 我必须尽快离开 这个危险的家 上辈子我担心 妹妹宁愿误入歧途 所以把她怀孕的消息 告诉了爸妈 反而导致自己被她怨恨 不能在这个时候戳破 否则林渊像上辈子那样纵火 我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但却会殃及整栋楼的居民 想到上辈子 邻居们深陷火海的遭遇 我默默抽了张纸巾 盖住了垃圾桶里的验孕棒 既然林渊那么想当个母亲 那我只好善良成全 把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后 我背着破旧的书包回学校 路上买了一张手机卡 用陌生号码给林渊发消息 如果不想怀孕的是 被你父母知道的话 拿两万块钱来换 消息发出去不久 手机收到狂轰烂炸 林渊发疯般质问我是谁 我太了解他了 他害怕被爸妈强行拖着去堕胎 我一概没理 只回复让他准备好钱 放在寄存柜里 我自然答应帮他保守秘密 林渊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了 心如蛇蝎又胆小如鼠 我毫不费力便从寄存柜里 取走了两万块现金 上辈子我苦口婆心地劝他 不要在高考前 和那个小混混谈恋爱 林渊轻蔑地看我 你还真当自己是我姐姐了 现在我有了 我捏了捏厚厚厚一达钱 心安了不少 有了钱 接下来我可以心无旁骛地学习 上辈子虽然勉强考上了清华 但分数不足以取我想去的那专业 既然有幸重活一次 我一定要比以前更努力才行 我没再回家 每个周末都在宿舍里疯狂刷题 反正也没人怀疑我回家 室友们都喊我拼命三娘 快到年底时 我在校园里看到了林渊 六个月的身孕 让他身材变得圆滚滚 走路姿势笨重 听着旁人咽线的公围 躺起下巴吵我笑 姐姐你要是听爸爸妈妈的话 没准他们也会给你买呢 我低头看了看身上的旧棉服 明明长着同一张脸 从小到大 我都只能捡林渊不要的衣服穿 捡林渊不要的书报备 好在众活一次 我早就接受了自己是个没人要的小孩 大年三十晚上 我在房间里用陌生号码 拨通了林渊的手机 我开了便生气 压低嗓音 林渊五万块钱放进小区楼下寄存柜里 十一点半我会来取 否则 我不介意让你爸妈和你的同学老师 都知道你怀孕的事 等他恼羞成怒打来电话时 我已经关机了 为了拿出十万块钱 林渊只能偷拿家里的存款 果然 我打开上次悄悄安装的监控后 看到林渊到处翻箱倒柜 他找到了钱 猫着腰打开房道门后 我仓皇失措地推开卧室的门 用力拍打着喊道 爸妈不好了 妹妹不见了 等我们急匆匆赶到楼下 便看到林渊和一个黑衣黑裤的男人 拉拉扯扯 妈妈尖叫着 冲进去护着林渊 被男人反手一推 他拽着林渊同时倒在了地上 呀 大年三十 就在楼下看烟火的邻居们 全都围了上来 不知是谁指着林渊惊呼 看他身下流血了 这小丫头莫不是怀孕了吧 爸妈一脸惊恐地 看向林渊身下 缓缓流出的心红鲜血 黑衣男神色震惊地掀开帽子 露出林渊最爱的那张脸 赫然是他的男朋友秦浩 真有趣呀 我不过是用陌生号码 告诉他寄存柜里有五万块钱 他帮我取出来 我分他一万 他便信了 直到林渊进了医院 医生暗示孩子保不住了 妈妈六神无主地念叨 怎么会呢 人人这么乖的孩子 一定是被坏男人给骗了 爸爸掏出手机要报警 被林渊挣扎着夺了过去 他艰难的一到窗边 不准报警 否则我死给你们看 妈妈下得赶紧表示不报警了 林渊脸色惨白 低着头自言自语 浩哥一定是有苦衷的 我愚蠢的妹妹啊 不爱父母不爱姐妹 唯独钟情一个不靠谱的小混混 林渊一个礼拜后出院 脸色灰白 爸妈安前马后地照顾他做小月子 我在房间里复习功课 乐得清静 正要出去揭开水时 我听到了客厅里 妈妈在和亲戚打电话 对 流产了 孩子没保住 大嫂你误会了 流产的是林青 不是圆圆 哎 亲戚一向脾气倔 这次竟然背着我们和男的鬼混 还搞大肚子 真丢人 我都是一视同仁教育的 怎么圆圆就那么听话懂事呢 我站在卧室门口 死死盯着他 气到浑身发抖 林渊听到声音从房间走出来 苍白的脸上勾起一抹残忍的笑 姐姐 妈妈说 未婚先孕对女孩子名声不太好 所以只能麻烦你替我挡一挡了 我敏锐地捕捉到 她眼底飞快闪过的恨意 那恨意不是对我的 而是 我的目光落在客厅里的女人身上 妈 流产的明明是妹妹 你为什么要和别人说是我 我不可置信地连连后退 她走过来 一脸心疼地搀扶林渊 然后朝我点了点下巴 你是姐姐 理应帮助妹妹 圆圆性子单纯 受不了外面那些风言风语 马上开学你也别去学校了 等圆圆养好了身体 你们一起去 两人相携着进屋 根本没过问我的意见 似乎也不觉得我敢拒绝 关门前 妈妈冷冷捏了我一眼 乖乖听话 否则下学期的学费住宿费 你别想要了 卧室门死死合上 我背着书包出来 回望了最后一眼 离开了这个不满荆棘的球龙 大过年的网吧里人很少 我把监控视频导出来 欣赏完自己精湛的演技 迅速剪辑好 发到了网上 然后去宾馆开了监房 一睡到天亮 舒坦 等我醒来 手机里各种微信群炸开了锅 视频播放量并不高 但互联网的有趣之处就在于 大数据会把视频 推送给周围认识的人 家族微信群里盖起了高楼 翻到最上面 大姑最先阴阳怪气 这是要狸猫换太子啊 搞这一出还要不要脸吗 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心都骗到嘎吱窝了 后面是大伯严厉的批评 家丑不可外扬 林青这孩子 却是该管教管教了 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沟通 非要发网上让外人笑话 大伯是一名老师 平时最看重名声 有了他的支持 我妈也彻底放开了打 在群里连猪炮似的 发60秒语音 把这辈子的脏话 全贡献给了我 我爸姗姗来迟 在群里解释 我那天没在家 他们努力俩办的是真不像话 大家见谅 我一定好好教育 我扯了扯嘴角 那天他明明就躲在阳台 小区业主群里也一片热闹 寒沙摄影指责 视频里的母亲太偏心 双胞拍 不就是我们小区 十四顿代户吗 有熟人爱特了我爸妈 笑死 他们根本爱特不到 早在有人爆出楼层后 我爸妈很有默契的 双双退出群聊 我的电话都快被他们打爆了 你个死鸭头上本事了 把爸妈挂网上 让别人骂 这十几年养你 还不如养一条狗 爸爸接过了手机 轻轻 你一个人去哪了 爸爸很担心你 语气温和 带着心疼和着急 很像一个极其疼爱女孩的父亲 但我知道 这只不过是他虚伪的面具 就像上辈子 妈妈拔掉氧气管 将我的肉体杀死 而他的沉默和纵容 第二次杀死了我 将我的灵魂一点点凌迟 见我不吭声 妈妈破口大骂 你赶紧再网上澄清 否则就别任我这个骂 我笑了 行啊 那叔叔阿姨再见 没有这样的父母 我的未来只会绽放得更灿烂自已 他们没有再联系我 新学期开学 他们没帮我交学费 也没有往我的校园卡里冲钱 大概是在等我向他们低头 大姑和我说了家里的情况 我那视频发出去以后 被林连男朋友的妈妈看到了 她带着儿子秦浩上门提亲 被爸妈轰出门 林远却寻死逆活 非要和混混男友在一起 我也支持他们大吵一架 后来不知怎地 爸妈又同意了 条件是秦浩家必须拿出50万彩礼 哪怕被人骂狮子大开口 他们也咬死了必须50万 大姑悠悠道 你妈最近花大价钱买了生子秘方 天天喝中药 看来是眼见的大号练不成 打算换小号了 50万大概是给未来儿子赚奶粉钱呢 我听完只是一笑而过 继续埋头做高考习题 偶尔晚上复习完单词 刷朋友圈看到了妈妈的动态 她在疯狂转发营销号的文章 被孕的女人 这些保健品一定要喝 每天早起做三件事 想不生儿子都难 转发这个锦里 来年毕生难保 生登半夜看到这些 我心情复杂 还算聪明的我 为什么会有那么愚蠢的妈 时间过得很快 我努力从课本中汲取营养 疯狂补足上辈子欠缺的知识点 过了一阵子 林仍破天荒找到我 她休学了 在家休养几个月 脸色却很难看 妈怀孕了你知道吗 她咬牙切齿 我呜了一声 似乎不满意我的反应 她勃然大怒 等她生了儿子 家里还能有我们一席之地吗 关我屁事 我绕开她 戴着耳机默默温习英语听力 身后林仍的咆哮声变得微弱 连续两次全是模拟 我都是第一名 比上辈子更稳 更踏实 百日试试大会当天 我在台下认真记录 学长学姐的备考经验 班主任让同学喊我过去 刚踏进办公室的大门 便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我爸面色赤红 抬手就要给我一巴掌 我侧身避到一边 大概是没料到我敢躲开 她的手甩到了石木桌子上 疼得呲牙咧嘴 她吵我低吼 你还在外面鬼混 不知道你妈出事了吗 你妈刚做完手术 你赶紧去医院照顾她 她扭头看班主任 语气强硬 老师 我给林青请半个月假 我躲开了 她朝我伸出的手 做什么手术 她不是怀孕了吗 让你去你就去 你现在怎么这么不听话 她面色扭曲 逼而不达 反而愤怒地瞪向我 我心底觉得好笑 前阵子我妈一个月没来月经 坚信自己怀孕了 在家族微信群里 好一番扬眉吐气 结果前几天大姑告诉我 我妈去医院检查了 不是怀孕 而是卵巢长了个巨大的囊肿 必须做微创手术切除 我早就预料到 他们会来找我 所以我已经提前 和班主任说明情况 眼里蓄满眼泪哭诉 老师 我爸妈让我替妹妹高考 我不答应他们 就大过年把我赶出家门 他们还想把我送到乡下 嫁给一个40岁的瘸腿光棍 不让我读大学 所以当爸爸提出带我走 班主任立刻挡在了我面前 林青爸爸 还有不到100天就要高考了 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复习 怎么能这个时候 让林青分心呢 班主任悠悠道 况且我听说林青的妹妹林源 现在休学在家 让她去医院照顾 不是更好吗 我爸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 那怎么行 圆圆从小娇生惯养的 哪会干伺候人的火 班主任责了一声 眼神微妙 办公室里其他老师 也朝他看过来 我爸是好面子的 脸色胀红 抬手怒不可恶指向我 有种你就永远别回家 说完气势汹汹的走了 班主任叹了口气 拍摆我的肩膀 给我放了半天假 让我去医院看看我妈 探望病人是不可能的 最近熬夜复习 头发掉的厉害 我找医生开点维生素B 医院里的维生素片便宜 一贯只要三块钱 从诊室出来后 抬头便看见我爸 从楼上匆匆下电梯 似乎怕被人认出来 还戴着个大冬帽 我瞄了一眼牌子 楼上是南科门诊 我在后面跟着他 看他下楼后 禁止跑进对面住院部 破过病房门 我听见我妈狐疑地问他 刚刚去了呢 这么久才回来 没去呢 在外面抽了会烟 我爸的声音嗡嗡的 隐瞒了从南科诊室 出来的事情 我总觉得 我爸还藏了什么秘密没说 我妈不宜有他 语气很是沮丧 老林啊 这辈子我对不住你 连到儿子都没给你生 我问了医生 我这年纪以后 恐怕也怀不上了 说着说着 他又咬牙切齿 我算是看明白了 林青那丫头 就是个骇人精 专门课我 当初就因为他胎位不正 才做了剖工产 管我怎么会连个儿子 都生不出来 我爸默了默 亲亲确实越来越不像话了 我冷笑着离开医院 还没走到大门 手机嗡嗡震动 表妹转发了家族群里的 聊天记录给我看 我妈连发好几条语音 我命苦啊 拼了命生的大女儿 连我做手术都不来照顾我 学习好有什么用 以后还不是要送给别人家 你们都做个见证 以后我和老林 就当没这个女儿 从今天开始 我就圆圆一个闺女了 群里没人理会她 过了好一会 大姑才慢悠悠道 有病治病 别他妈发疯 林青要准备高考 你以为谁都跟林元氏的 年纪轻轻 就活完了别人半辈子 表妹小心翼翼的跟我嘀咕 姐 要不是你和圆圆姐 长得一模一样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被抱养的 连局外人都一清二楚 若是在上辈子 我还会为这番话伤心一阵子 可是现在 我反而庆幸他们要和我断绝关系 生儿子成了奢望后 他们办了长酒席 和亲戚们宣布 家产将来全部由林元继承 以后林元招个上门女婿回家 生了儿子姓林 也算是延续了林家的香火 一个七十平的老婆小 硬是被他们整出了继承皇位的隆重感 林元发了条朋友圈 照片里他含情默默的和混混男友接吻 看来这便是他选定的坠续了 挺好挺好 烂偶天成 找了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我把林元约了出来 他带着黄毛男友一起赴约 只高气阳地瞄了我一眼 爸妈已经把家产都给我了 你别想跟我抢 他的男友秦浩富和岛 对 人家的一切都是远远和我的 他眼睛低溜溜转 色迷迷打亮着我 我忍着恶心 挤出一抹苦涩的笑 妹妹 我知道这次是我惹爸妈生气了 这是我特地给爸妈买的体检卡 麻烦你帮我转交好吗 林元面露狐疑 我趁机把体检卡塞他手心 抹了把眼角并不存在的泪水 你千万别说体检卡是我送的 我怕他们还生我的气 不肯收 圆圆 你就帮帮姐 在爸妈面前说说我好话行吗 体检卡上明晃晃印着 2000元体检套餐 林元眼里闪过一抹金光 把卡踹进了兜里 敷衍地点点头 算你识相 体检卡绑定了两人的名字 他们即便是想卖也卖不出去 过了一个礼拜 私立医院的微信公众号 弹出了电子体检报告 我迅速地翻到最后一页 检查结果显示 林建仁患有不育症 我愣了一下 虽然心里早就有七八分猜测 可真看到检查报告 胸口酸涩 我打电话给林元 询问体检情况 他哼了哼 爸自己去拿体检报告了 很健康 没问题 我看着电子报告不育症那一栏 心脏像破了个大洞 这些年 他伪装得太好了 他扮演着一个宽容的丈夫 大度地原谅妻子 无法给他生育儿子 他扮演依着个冷血的父亲 在妻子责骂 是女儿害得他再也无法怀孕时 冷眼旁观 饰演着这场风暴里的 唯一无辜的受害者 看着我从小被妈妈叱骂 看着我沦落为妹妹的丫鬟 看着我背着一声骂名 痛苦而死 真是个好爸爸呀 窗外嘻嘻嘻嘻的缠名声中 高考结束了 说什么 我也不会再回到那个家 我在学校附近 租了个短期的房子 接了两份家教工作 其他时间提前学习大学知识 所以清华招生组老师过来时 我并不在那个家里 听到清华老师说 我是全市理科状元后 爸妈挣住了 林青同学非常优秀 这次我也是带着学校的诚意来的 我妈的眼珠子转了转 朝门外鬼鬼祟祟张望了两眼 然后啪的一声关上门 和我爸对视了一眼 朝房间里喊 清清快出来 清华老师过来了 林渊眼皮搭捺着走出来 妈你是不是老年痴呆呀 林青她早就滚 我妈用力掐住了她的胳膊 满脸骄傲的朝朝生组老师笑 这就是我女儿林青 高考状元 清华老师皱了皱眉 她是林青 我妈挺起胸脱 当然 林渊也意识到 眼前是她改变命运的大好机会 连忙理了理头发 对 我是林青 高考状元就是我 她撇了撇嘴 清华就派了你们两个人过来 也太没诚意了吧 清华的老师嘴角抽了抽 正要开口便被林渊打断 北大的人应该也在路上了吧 说实话 我对清华其实不太感兴趣 你们要是想让我去 能开出什么条件 我爸妈装模作样的附和 是啊 我女儿可是状元呢 你们 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清华老师无语道 我们已经和林青同学沟通好了 她会报考我们的能源动力工程专业 我这次过来 是协助林青同学办理户口迁移 她说着 抬起一直垂在手边的手机 显示正在视频通话 屏幕里的我朝他们礼貌微笑 一家三口挤在一堆 脸色僵硬难看 外面有人敲门 老师顺手打开 两个民警走了进来 面色沉沉 你们谁报得紧 手机里的我高高举起了手 警察叔叔 有人盗用我的身份信息违法犯罪 招生组的老师跟着点头 对 我可以作证 林家一家三口被带上警车 我爸慌了 我们就是和清卿开个玩笑而已 警察没理他 他语气三寒 推了我妈一把 都怪你们母女俩 尽出馊主意 我妈唯唯诺诺低着头 我妈骂我 打我 对我用尽一切恶毒的语言 但却不敢对我爸说一个不字 他觉得自己没生出儿子 他肚子不争气 对不起我爸 我爸便理所应当享受着 他无止境的付出与讨好 他是带着旧社会镖铐 游走在新时代的女性 可悲 却并不可怜 正如我爸说的那样 这件事被定性为家庭内部矛盾 警察也不想多管 让我过去签字和解 在警察局门口 我看到了林燕的男朋友秦浩 看到我时 他眼睛一亮 姐 清清姐 你现在混得不错呀 高考状元能拿到多少奖金 你这一身行头真气派 他舔着脸和我套近乎 目光落在我的名牌衣服 墨镜和大牌包包上 垂涎欲低的模样 似乎一点也不担心 关在警察局里的女朋友 我拍了拍价值三万的包 神情淡淡 高考状元可没有这么多奖金 这些都是我自己赚来的 做什么生意这么赚钱 他鼻的目光在我胸口流连 像是认定了我浑身的大牌 都是靠出卖肉体的来的 我忍着胃力翻涌的恶心 掏出手机 一句两句话说不清 先加个微信吧 看着他迫不及待 点进我的朋友圈 我低头掩饰嘴角的笑意 从警察局出来后 我去了市中心 二手奢侈品租赁店 卸下浑身的大牌 交还给老板娘 他收起来后 笑了一声 就租半天啊 见我马里的付了定金 他还有些不满 不是说免费借你吗 付什么钱那真是的 我穿上一旁的工作服 笑着招揽钢筋店的客人 这是我暑假找的兼职 在二手奢侈品店做导购 每天和各种奢侈品打交道 所以秦浩只要打开我的朋友圈 便能看到 我特地营造给他看的假象 每天换的花样杯 最新款大牌包包 精致的美甲和下午茶 还有我PS的高额收益图 没过多久 他终于忍不住了 私了我 姐 你到底在做什么生意 也带带妹夫我呗 我特地亮了他半天才回复 炒股 他起先并不相信 你一个学生还会炒股 我没理 隔了两天 我在朋友圈里 扣出了房产证 配文 炒股半个月 终于买下属于自己的小房子 继续加油 秦浩点了赞 大半夜找我 姐 能能带我一起赚钱 我故作为难 我和家里闹掰了 要是他们知道 你跟着我炒股 肯定不同意 管他们去死 姐 你就带我一起赚钱吧 实在不行 赚的钱你从中拿提成 我问他 手上有多少钱 他支支吾吾半天 问两千块够不够 就这点钱 蚊子肉都算不上 我无奈道 算了 两千就两千 就当我帮你赚点零花钱吧 见我答应 他千恩万谢 连忙把钱赚了过来 我当然不负他望 过了一个礼拜 在他不安的催促下 我给他转过去四千 顺便把PS过的收益截图 给他看 投了两千 回来六千 我抽成两千 姐 你就是我唯一的姐 他连忙把四千全转给我 姐 我继续给你赚钱 我当然是笑纳 又操作了几个礼拜 接连帮他赚了好几笔钱后 他似乎状态愈加疯狂 投入的钱越来越多 态度却变得不乐意了 姐 你之前抽成一半 现在抽八成利 太狠了吧 我可是你亲妹夫啊 我讥笑 谁让你本钱少呢 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妹夫的份上 这点钱我根本懒得帮你 他烦躁的给我打电话 说他妈不给他钱 我善意的提醒他 林家的房子已经过户给林远了 把房子抵押掉 能换一大笔钱 他有点犹豫 我趁机给他下狠药 反正我不缺你那三瓜两枣 你自己琢磨吧 你要是赚了大钱 哪还用做坠虚啊 多丢人呢 秦浩不说话了 过了半晌 似乎是下定决心了 咬牙道 行 我跟着你干 于是我去清华报到那天 秦浩带着林远也来到了北京 我忙着开学事宜抽不开身 让秦浩去交易所 先自己多看多学习 他起先还姐姐长姐姐 短的拍我马屁 过了一阵子 他的语气也变得傲慢起来 指责我抽成太高 嘴上说着帮他赚钱 十则钱全进了我的腰包 我在交易所认识的庆哥 他比你有良心多了 赚了钱只抽我一成利润 难怪林远说你是白眼狼 我呸 以后我再也不跟你干了 他马不停蹄地拉黑了我 上辈子灵魂在医院飘荡 我无意中听到了各种新闻 这几年交易所门口聚集了不少骗子 专门盯着从外地来野心勃勃 想赚大钱的人 用天花乱坠的承诺 把外地人骗进传销窝点 第二天 我给秦浩打电话 是一个陌生男人接听的 他搓着嗓子笑问 你是秦浩兄弟的家人吗 哦不是 我是推销电话卡的 我挂断了电话 这两人掉进陷阱的速度 比我预想的还要快呀 谁让他们足够贪婪呢 林家乱作一团 林远丢下一张 我和浩哥去赚大钱的纸条 便消失了 大姑说 我妈最近成天垂胸顿足 怪自己不该逼林远复赌 否则女儿也不会一走了之 她像祥林嫂一般 拉着每一个亲戚 哭诉自己命苦 我看到平日从不联系的大伯 发了一条朋友圈 本届高考理科状元林青 是我的亲侄女 当初她自治平平 脑子也不灵光 数学经常不及格 我针对性的给她补了半学期的课 她的成绩立马就窜了上来 要想成绩考得好 课外名师的辅导必定少不了 表妹若积积问 她这是在为自己的辅导班招晚学生吗 我怎么不记得自己在她那里补习过 高一那会儿 因为支气管发言 我在诊所书业一个礼拜 落下了不少功课 我想着既然大伯是数学老师 便带着胆子 把不会的一道题目发给了她 请教几题方法 她过了好几天才回复 这么简单的题目都不会 平时没学习光顾着鬼混了吧 跟你说又能怎样 你这种小姑娘我见得多了 心思根本不在学习上 别耽误我时间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联系过 这位教书业人的大伯 后来高一期末考试我全班第一 高二分班我选了理科 大伯知道后 淡淡说了一句 女孩子只会死读书 学理科脑子跟不上 现在她倒是好意思扯着我的旗号 为自己的补习班招揽声援了 脸真大 她在那所排名末位的中学 工作了十多年 能力平平 至今还只是个代课老师 现在靠着我的名声 竟然收取每个学生 一节课五百人的天价补课费 我的便宜也不是那么好占的 我立马向教育局举报她 违规开设补习班 恰逢暑假 市里正在大力打击违规补习班 大伯被当成了典型 名字挂在新闻网上 被学校当场辞退 又过了几个月 我努力向教授请教专业问题 认真钻研学科知识 明远杳无音信 爸妈不得不接受 被疼爱的女儿抛下的消息 转给我打电话 嘘寒问暖 我爸用十分宽容的语气道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以前你不懂事 说了那些伤人大话 我和你妈都原谅你 寒假你回来 我们给你补办的升学宴 听到我嘲讽地笑 她在电话里顿了顿 冒了三丈火气 你难道真打算和我们断绝关系 别忘了是谁把你养症大 要不是因为生你 你妈也不会伤了身子 至今怀上孩子 我们邻家的根 就因为你才断了 她越说越起劲 底气十足 我妈也跟在她旁边附和 我笑了一声 挂断电话 拉黑号码 然后把她的体检报告 打印了十份 寄到邮政中心后 网上下单十位棋手小哥送货 棋手小哥看到了检查报告 大概是怕我丢脸 问药表包装一下 不用 就放公司前台就好 于是 这份阔别已久的检查报告 被放在了林建仁公司的桌子上 没有收件人 所以来来往往的人都能翻阅 不到半天时间 林建仁发现 同事们看她的神情都怪怪的 不可置信 野鱼 嘲讽 同情 好心的前台小妹 硬着头皮 把检查报告拿给她 林建仁只看了一眼 浑身冒汗 脸色涨红 刷了一下就从工柜上冲了出去 与此同时 我妈 大伯 二伯 大姑 小姑 以及我妈的娘家人 也都收到了这份检查报告 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大姑告诉我 我爸现在恨死小女儿林远了 谁知道林远这么狠呢 自己不知道躲哪潇洒去了 还把亲爹的体检报告到处发 你妈在家要死要活 要和你爸拼命 恨她把自己当傻子糊弄 两个人在家天天吵架 莫了 大姑问我 青青啊 你爸不遇这事 你知道不 我能怎么办 当时是无辜的摇头啊 不知道呢 大姑 是林远给爸妈安排的体检 我不知情 最锋利的一把匕首 当然是要他们最疼爱的小女儿 亲自扎进去啊 不遇原本也不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传染病 但我爸及其要面子 受不了同事和亲戚的风言风语 一气之下辞职了 正在家里积极备孕 打算再拼个儿子 据说在吃什么治疗不孕的新型药物 寒假时 我接到了那家私立医院的电话 护士笑着说 经过我们的推荐 你父亲前段时间 参加了我们针对男性不遇 开展的一期临床试药 按照你之前提出的条件 办理体检卡的四千块钱 我按照介绍费 退还到你的账户上 颠着绕了一圈又回来的钱 我默默去吃了顿大餐 没过多久 听说我爸妈连家都没了 当初林园临走前 把房子抵押给银行 换了一大笔贷款 贷款还不上银行来收房子 爸妈被赶了出去 怎么也联系不上林园 他们在楼道里互相推散 扇对方巴掌 都怪你 平时一位溺爱林园 宠得他脑子蠢心肠坏 现在连房子都没了 你好意思怪我 房子不是你过户到他名下的吗 林建仁 我看你才是脑子被狗吃了 那还不是你整天说招上门女婿 把林园当儿子养 我能上当 我呸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要不是你不中用 我会连养老的儿子都没有 这下他们连被孕的闲工夫也没了 被逼无奈 租了个简陋的一居室 两个人每天在家里打架 警察上门来调解了好几次 听亲戚说完这些八卦 我一笑了之 再次听到他们的消息 是在我大三上血气 据说两人前脚领完离婚证 回到出租屋里又打了起来 我爸一怒之下在房子里放火 好在是白天 公寓里的小年轻都在外面上班 消防员把他们救出来时 男的只是轻微烧伤 女的吸进去大量烟雾 全身大面积烧伤 送往医院抢救 我作为他们血缘上的女儿 当然要去探望 赶到医院时 我爸右手包了绷带 一脸颓丧的坐在一边 我妈已经被抢救回来 住进了监护室 医生怜悯道 病人肺部和全身皮肤受损严重 生存概率不高 一旦有紧急情况 我们会启动二次抢救 治疗费用不低 你们做好准备 我点点头 医生 钱不是问题 该上的仪器你们尽管上 医生有点诧异 暂许地看了我一眼 我爸拖动着脚步 十分动容地落下眼泪 握着我的手 轻轻 我就知道你是个孝顺孩子 以后爸爸就只有你了 我把手抽出来 问医生能能进去看看我妈 进了监护室 看到我妈浑身赤裸 插满了各种管子 一气自拉作响 她吭哧吭哧地喘息声 如同破旧的老式风扇 我慢慢走近 妈 钱的是不用担心 我给你买了医疗险 能报销呢 看着她激动痛苦的神色 我一字一顿道 你就慢慢享受活着的滋味吧 她面目猙獰地想向我扑过来 可惜力不从心 最终倒在了病床上 一气滋滋作响 医生护士冲进来继续抢救 我感激地抹着眼泪 拜托你们了 一定要救救我妈 我回到了学校 医院定期告知我妈的最新情况 痊愈概率低 但病人求生欲望顽强 所以挺过了一次又一次抢救 大四 我开始实习 新闻里 警方捣毁了四处传销窝点 传销头目被捕 被骗的人也得到了解救 尽管视频里打了马赛克 我还是掩认出那是我的妹妹 林源 听亲戚说 林源回到了老家 得知妈妈住院的消息后 和爸爸大打出手 我爸恨他抵押了房子 恨他泄露了自己不遇的秘密 林源不承认 把罪责推到我身上 可我爸根本不相信他 两个人下手都不留情面 被公安局拘留了好几天 出来后各奔东西 林源没有学历 又眼高手低 看不上普通的工作 我让和我妈同家公司的同事 给他透露了一个消息 我妈还有一笔不菲的身故补偿金呢 林源下手很迅速 当晚就去医院 拔了亲妈的氧气管 被警察逮捕的时候 她阵阵有词 这是我妈 我把氧气管怎么了 让她有尊严的死去 是在帮助她 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匆匆赶来时 只看到林源被逮捕的背影 医生惋惜道 你妈妈求生欲望很强的 哎 怎么会有那样的女儿 在监护室里挣扎了一百多天的女人 临死前不甘心地瞪大了眼睛 妈妈 你应该是喜欢这样的结局吧 就像当初你拔了我的氧气管 也说是为了不再让我痛苦呢 林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法院依法判决三年有期徒刑 我们的父亲知道后 只说了两个字 活该 脸上再也找不到 对这个女儿一分一毫的宠爱 她的全部积蓄 都用来赔偿火灾带来的损失 她和妻子已经离婚 法律上没有关系 那笔申故赔偿金 最终打到了我的账户上 我全数捐给了国家医疗基金会 回到遥远的北京 继续我的学业 民间人无数次打电话找我 都被我直接挂断 后来 我在来北京读大学的表妹口中 得知了她的近况 她没有房子 没有存款 每天在公园相亲角留恋 试图评立张还算端正的脸 找到后半辈子的依靠 可惜 年轻漂亮的女人嫌弃她又老又穷 年纪大的单身阿姨们 觉得她八字不好 客气客子女 是个实打实的灾心 她不服气 当场和别人吵了起来 甚至还动手打女人 被她热闹的同事瞧见了 问她不遇的毛病 甚是治好了 被当众揭穿最难堪的秘密 她气得脸红脖子粗 最终灰溜溜地钻出了人群 渐渐地 也不再出现在相亲角了 表妹神色有点怪异 她小声道 我妈说 舅舅是吃那种要吃多了 身子都被掏空了 我故作惊讶地张了张嘴 那还真是可怜啊 毕业后 我在教授的推荐下 进了研究院工作 工作很忙 不记得过了多久 从实验室走出来时 门卫大叔说 有个男人最近总来门口晃悠 说是我的父亲 他指了指 诺就是那个人 是林研究员的爸爸吗 我抬头 看到了头发花白 勾搂着腰的父亲 眼上勾壑纵横 比印象里的那张脸 老了十岁不止 他朝我走过来 冷冽的北风 吹皱了他干巴巴的笑容 轻轻 他搓了搓手 我来找你好多次了 你怎么总不见我 为什么要见呢 他流着泪诉苦 我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了 你不能不管爸爸呀 小时候爸爸有多疼你 每次你妈打你骂你 我都会偷偷往你的枕头 底下塞棒棒糖 连林医院都没有这种待遇 每年你过生日 我都会特地给你做鸡蛋羹 这些你都忘了吗 他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得十分动容 我歪了歪头 妈妈打我的时候 你就站在旁边看着 妈妈说棒棒糖 全是色素小孩吃了不好 所以你把林医院不要的糖给我吃 过生日的时候 你们只给林医院买小蛋糕 我从没吹过一次生日蜡烛 这些都记得 还要我继续说吗 他的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 就连保安都朝他头去比翼的目光 那你也不能不管我 他恼羞成怒 我是你亲爹 我点点头 我身上的确流着你肮脏的血 尽管去告我吧 赡养费我会按照法院规定的 每月打到你的卡上 别再来找我了 我转身走进研究院 他被保安拦在大门 破口大骂 林青 我就在门口守着 有本事你就一辈子憋出来 老子这辈子非赖住你不可 身后的声音渐渐微弱 他在门口撒泼打滚 告诉每一个进研究院的人 林青是个不孝子 道德败坏 连亲生父亲都不管不顾 我从事的是保密工作 入职前 我的家庭背景 早就被调查得一干二净 实验小组的同事 担心我情绪不好 偶尔会给我带一束花 一些零食 安慰我不要被门外的 老男人影响心情 林建仁天天都来闹 扯着嗓子在门口哭天枪 并骂我不是人 结果喊得太卖力 中暑了 从医院醒来后 人就不太正常了 时而清醒 时而痴呆 医生说中暑严重 因为过度缺血 以及过度缺氧 造成神经病变 引发智力下降 我买了车票 把他打包送回了老家 后来 听大姑叹息着说 林建仁清醒的时候 就赖在大伯家不肯走 痛骂大伯 都是大伯当初找算命的 说我是个赔钱货 所以女儿才会和他离心 犯病的时候 他就在马路边 追着收破烂的三轮车跑 林建仁是在一个 明媚的日子里消失的 在路上走丢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 也没人关心他在哪 我走出实验室大楼 脑中有片刻的空白 深吸一口气 沐浴在晨光里 心情漠然变好 朝阳升起 我一是朝阳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